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MKC 我是后宜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贫富差距的演变与问题 1995年到2001年 爆发了网路泡沫化石 当时美国为了振兴经济 实施了一连串的量化宽松 造成世界产生已经恢复繁荣的假象 这也让当时的美国联准会认为 市场已经恢复繁荣 可以进行升息等动作 但又因为升息的速度过于快速 进而促使美国两大的房地产公司 因为承受不了快速升息的压力 最终宣告破产 而爆发了刺激房贷的危机 而这也为金融海啸埋下了种子 而人性的贪婪却早已被这些刺激房屋信贷等垃圾债券 包装在金融衍生性商品当中 而这类的商品也在人性的贪婪以及资本主义的催化下 流窜四方在各地逐渐种下祸因 最终谎言形成泡沫而幻灭 繁荣也只是海市渗楼般的虚幻而已 而金融海啸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无一借免 金融海啸更为全世界带来了惨痛的代价以及漫长的重建 金融海啸的发生使得原本的劳资双方对立问题更加强烈 然而资本家却又比劳动者更具有优势 资方可以选择裁员来维持公司的营运状况 而劳方却只能被动的接受 这样一来又加速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在这个事件当中 有钱的人并未对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 反而进一步的蚕食侵吞掠夺资源 而世间小民却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在时代的巨轮中只能被动的往前推动 以及被动的接受 毫无反抗能力 政府也因为失业率高升不下 急于增加就业人数 这一连串使得资方市场 更具有道德风险的优势 因为一方面是政府急于降低失业率 振兴经济 而另外一方面 老方又急于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 演变至今 贫富差距已经是各国头痛的问题 这再也不只是数字而已 更是社会重大问题 甚至是国安问题 因为贫富差距扩大 近年来老方的抗争 却更为激烈了 例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都在这里显示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动荡不安 以及社会结构问题 当政者应该更深度的思考 以及重视这类问题 进行有效的改革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并非只有已开发中的国家 才需要重视 甚至在开发中 甚至是台湾 也都无法避免 现今台湾需要面对 的问题 却又更加严峻了 首先 是世代剥夺 所造成的贫富差距 上一代人掠夺资源 而年轻人需要负担 更大的责任 以及老健保的费用问题 第二 劳资双方的贫富差距 资方比较有能力避免风险 当经济不景气时 可以用财源来解决成本 以及公司困境 然而劳方却只能被动的 接受资钱或者是财源 台湾的工会以及法律不够强大 无法有效的遏止资方的恶意剥削 第三 教育资源的贫富差距 有钱人享有更多企业 便宜的高等教育资源 贫穷人却得付出更多的成本 来达到相同的质量 再再都形成了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氏族的M型社会 第四 居住的贫富差距 前1%的有钱人 游泳绝大多数的房产以及资金 一般的劳工人民 又因为薪资的倒退 房价高涨 远看着薪资成长 追赶不上房价的速度 又怎能不叫这世代的人 感到愤怒与无助呢 现今唯有进行贫富差距的缩小 以及透过政策改革等方案 才能让这失控的世界 逐渐趋于平衡 只有当劳房与资方 趋近于权力平衡 才能相互抵制 才能够促进人才 以及阶级间的流动 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无论是政府或人民 都应该要积极面对这个问题 并有危机意识 努力的提升自我能量 来面对未来严峻的考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后宜 我们下次见